呃 環球網這時候公佈這個影片 這個影片 王立強就是在澳洲自稱 就是共諜的王立強嗎 你覺得是嗎 呃 我沒有辦法做判斷 光是從這個影片很片段的一個 揭露 包括在怎麼去跟澳洲對比 我事實上這個資訊完全不足 我也覺得在資訊不足之下 說這一定是或一定不是 都不負責任 那我覺得回歸到一個基本態度 倒是這一點 呃 我對蔡英文總統說的倒是很同意 就說這個整個事件其實需要時間調查 因為所有資訊呈現的是混沌不清的 而且王立強所揭發的一些事情 部分好像是真的 部分也是假的 現在已經被驗證了 包括他的韓國護照是假的 好 那拼音那些什麼都不對 所以最可能這種高明的這種所謂的騙術 他就是資訊是半真半假 會混淆視聽 那我們在短時間沒有辦法做判斷的時候 我們就進行審判 我相信剛才小君剛才也講了很好的原則 事實在哪裡 證據在哪裡 我們就走到哪裡 我們這裡也不是一個亂掰的地方 或是胡亂彩測 所以我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是不是回歸 蔡英文總統說 那我們現在是不是都收了幾點資訊 第二個我要說 我們的國安團隊到底在做什麼 如果這個對我們的國安是真正有威脅的事件 他在國外鬧得這麼大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追查到底這個線索 還有這個人到底是不是一個真實 二十六歲的一個所謂的間諜 他到底真的在國內 他講的那些什麼給了多少錢什麼的 到底在國內找不找的紀錄 國安團隊扮演什麼角色 如果這牽涉的是我們的國安的事情 第三個我還要說 其實這個訊息出來以後 在國外引起軒然大破 那當然澳洲媒體很多跟進 我知道了 我認識一個很好的一個美國學者 在史丹佛的 他第一時間也寫了個信 說哎呀真是慘了 這個這個這個王立強的事件 他說接著他等到更多訊息 他馬上再追加一個信 跟大家道歉 因為這是個人隱私 所以我不揭露 他說對不起 因為我第一時間接受訊息 實在不足 所以我沒有辦法 我做了一個這樣子 前面的訊息 我現在先收回 等我們靜待看更多訊息 所以我也認為 如果這個事件是真的跟國安有關係 我們是不是多一點資訊 等到這個資訊比較明確 而且這個事件能夠整個輪廓 看得清楚 王立強到底是一個 真的是一個詐騙犯呢 還是一個真的像他講的 這麼高竿的一個間諜 而且被中共所重用 我記得前幾天也有人講過說 如果一個二十六歲的一個 這個人被中國大陸重用 可以又送錢給臺灣 又影響臺灣什麼媒體這些 那其實我們應該很高興 表示中共的整個的國安團隊 或是這個所謂的滲透間諜系統 是如此的脆弱 根本不堪一擊 那反而是我們聽到 應該是覺得高興的 如果是真的 因為現在這些事件 這些整個的證據 都不明確 看到的都是一些蛛絲馬跡 然後在國內掀起各種就是抹紅 抹著一塌鋪天蓋地的抹 我想這個戲碼 我們已經看很多了 是不是我們回歸冷靜一點 回歸我們蔡英文總統 好歹這時候說了 OK證據多一點 我們再我們再做一些進一步的處理 或進一步的討論 眼前證據都不足 都是各說各話 人云亦云 同時拼命抹紅的階段 是不是讓我們回歸正常的冷靜 好但是我們擷取 我請教張英勢老師 這是擷取在環球網當中 他PO出來的用語 中共公布了王立強2016詐騙案開庭的影片 證明他是詐欺犯非共諜 他在環球網裡的實際上的標題 跟他的論述 以及如果 如果就憑著2016 說真的澳洲的警方 澳洲情報大會到底怎麼去認定 現在自稱他在幫中國創新 中國驅使公司兩家公司向心所服務的共諜 澳洲的官方到底是怎麼認定的 但是呢 都還在調查 都還在求證 包括國安 都派人都去澳洲的 為什麼這個時候 反而出現有一個一致的共識 叫做國共兩黨 一致說他是詐欺犯 到底為什麼 來張英勢老師 首先我們說 那個中國共產黨要鬥倒政敵 他慣有的手法就是先把對方給抹黑 抹黃或是給他安上罪名 我舉幾個例子好了 胡錦濤要鬥倒陳良宇 上海市委書記 就說他作風不乾淨 他貪污完女人 江澤民要鬥倒北京市委書記 陳希同就說他貪污 然後這個習近平要鬥倒薄熙來 手法如出一策 最有名的呢 這個名字很熟悉吧 現在有王立強 彼時有王立軍 王立軍跑去美國大使館 尋求政治庇護 之後呢 中共說他精神有問題 因為損齊國家延滅 明明他借他的手 去鬥倒呢 所謂的薄熙來 這是第一個中共過去啊 政治鬥爭的慣性 第二個呢 網友還是很有才 大家都是柯南啦 簡單對這樣的影片呢 PO出來之後 大家的簡證態度就出來了 他說這是2016年 實況錄影 可是呢 2017年3月1號 中國才開始全程錄影啊 這應該不是一個通案 或是 這不是一個個案 這是一個通案嘛 因為啊 他是什麼 他只是一般的刑事詐欺犯 又不像薄熙來那種 哇要公審給全民看 還有像江青當初四人幫受審的時候 要給全國人民看嘛 所以說呢 這個時間是穿梭劇嗎 這第一個問題 第二問題是呢 有人說他也很大 判決書上明明說 那個判決書是真是假 不知道 劇本沒兜攏 判決書上面明說他 詐欺十二十三萬 可是上面 中國的視頻 上面寫是十二萬 到底是十二萬 還是十三萬呢 好 這是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是啊 我們已經想一個最基本的邏輯 如果退一萬 對不起 先補充一下 這個媒體啊 迫不期待就下標嘛 說啊騙子啊變間諜 我覺得很重要的邏輯 如果我們退一步做假設了 王立強如果是假的 那那麼這個 向心夫婦啊 怎麼會是真的呢 因為有很多資訊是 王立強告訴大家的嘛 那現階段呢 向心的部分呢 我來為大家做整理 他有垂直的關係 跟橫向的關係嘛 因為王立強 雖然我們不知道 還必須要做驗證 但是千萬不要像這樣媒體 像廖老師所說的 他直接就說他是詐欺 不會是間諜嘛 那我說一個 他沒有問號嗎 他沒有問號啊 陸媒公布受審影片 王立強案騙子變間諜 OK 這個影片是真是假 我連我本人都質疑嘛 那個口音跟那個畫面 跟真正的王立強 是否為同一個人 知道之前 確認之前都不清楚 這個這家媒體啊 直接以頭版頭 下這樣的標 口徑是跟啊 對岸是一致的嗎 那我想他的立場是什麼 再簡單也不過了啊 是真的假的 你真的要找到 你也找到 我看見那